张学友时隔6年重返影坛,搭档谢霆锋,下周正式开进。 香港电影欠张学友一个影帝。相信这个夙愿是所有粉丝共同认定的,但张学友从16年出演完《暗色天堂》之后,便将所有的心思放在音乐上。 近日据港媒消息称,因为第五波疫情的到来,很多电影从业者都已经失业,为了打破困局,并为香港电影借注入活力。 谢霆锋特地于上个月冒着疫情危险来到香港筹备殷皇的新电影,本以为疫情会得到缓解,没想到愈发的严重。 经过半个月的休整之后,谢霆锋的新电影将会在下周正式开进。 除了这一好消息之外,电影中还会加入另外一位巨星,他就是阔别影坛长达六年的张学友。 两位巨星合作,话题性自然十分足,再加上这部电影是英皇娱乐的大制作,所以参与的目前幕后人员非常多,这也为当下的失业电影工作者带来更多的希望。 除了两人之外,电影的女主角也是看点十足。 据悉,女主角是今年有机会角逐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的刘亚瑟,三位艺人联合打造,相信这部电影会给香港电影界带来新生的希望。